好厉害 这来的就是魔刀的力量 这是 变成魔刀的聂锋恐怖如斯 竟然击败了赫赫有名的第二刀皇 更令邪皇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入魔的聂锋还存有一丝神智 在第二梦的请求下放过了刀皇 为什么我居然 聂锋若已入魔就不可能会留守 聂锋看着手中的血影刀 嘴里直夸是一把好刀 然后将血影刀还给了朱皇 聂锋抱起独孤梦离开了生死门 不经云在后紧追不舍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悬崖边 聂锋竟是跃起跳下了万丈悬崖 不经云脸色骤变根本来不及阻止 再看被聂锋击败的刀皇 再也没有了来时的意气风发 独孤梦死在刀皇的手上 邪皇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他要杀了刀皇替独孤报仇 第二梦跪在邪皇的面前 希望邪皇能够放刀皇一马 刀皇强撑个站起身来 男子汉大丈夫赶坐赶围 他愿意给邪皇一个交代 邪皇 今天 我就还你个公道 刀皇为了还邪皇一个公道 毅然决然砍下了自己的右臂 放言若是邪皇觉得还不够 可以用实力来取他的性命 邪皇见刀皇如此下场 也不愿多多相逼 发出逐客令让刀皇离开生死门 朱皇 你若不服 也可放马过来 我不会输给你这个第三名 这是为什么 朱皇见刀皇到了这个时候 还在为了虚名耿耿于怀 不由地说出他们是世交 更是关系要好的结败兄弟 如今为了第一和第二的强者虚名 弄得反目成仇两败俱伤 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强者 而是看不开名利的失败者 朱皇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猛地惊醒了沉溺其中的刀皇 刀皇终于看透虚名 心境提升了一个层次 他用布匹将争鸣刀封存 代表他不会再为了所谓的虚名而战斗 同时刀皇决定成全第二梦 允许他追求自己的爱情 画面一转 聂风的失踪让朱皇很是头疼 明日绝无神就要登灵至尊之位 他们必须要阻止绝无神的阴谋 不经云则是不慌不忙 他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聂风已经来到了附近 两人在一家客栈投诉时 遇见了寻找聂风的第二梦 得知刀皇经过自己的开导 终于幡然醒悟看破名利 还同意第二梦和聂风在一起 朱皇意识感到非常欣慰 更巧的是 他们在客栈遇见了建成 建成告诉三人一个好消息 吴明就在他身后的房间 邀请三人一起商量对付绝无神的对策 与此同时 聂风也来到了客栈楼下 一袭红衣显得很是耀眼 七页查询了资料 有的大佬推测这是喜福 在卓氏摩持 独孤梦被刀皇重伤 弥留之际求聂风和他澄清 因此聂风击败刀皇之后 抱着独孤梦跳下悬崖 和独孤梦完成了婚礼 身上理所当然穿着喜福 时间来到第二天 绝无神身穿至尊龙袍 在中原群雄的见证下 接受武林至尊的善让 即将成为新一任的武林至尊 就在绝无神接过玉玺 阴谋得逞至得一满之计 吴明带着不惊云四人赶到 绝无神 你今天绝对难成大念 吴明挥手发出一道剑气 打落了决心脸上的人皮面具 武林群雄这才反应过来 所谓的武林至尊竟然是假的 吴明 你竟然换我好事 老夫今天就要你们冲冬死 一个人的人 打破了冲冬死